要造福照顾全台湾有67万的失能人口 老委会拍出了新制外籍看护工啊 终点到府的服务 而且最快可能明年就要上路 但是呢民间团体现在已经提出了不少的质疑啊 包括了这个门槛八十两表那些都还是在的 而你说这个钱有比较省吗 你算一算的话呢 这个终点看护工的计费可能比原来的24小时申请的家庭要多出一倍 加上还得要是民间非盈利组织来申请看护的工人 看护工啊这个看护的时数啊什么的都是有受到限制的 并有残障手册的陈先生为达外籍看护工申请标准 面对老委会抛出了终点看护新政 看得到却吃不到 现在还得面临裁员风暴 大太阳底下站在老委会前抗争 他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评量机制 是可以可以当他在在工作权益受到侵害 为心智所苦的还有他 残蒙秘书长王又林要照顾行动不便的老父亲 请终点看护工负担恐多出一倍 大喊吃不消 他的门槛很高 他的诱因也很低 他可能愿意来使用的人可能不够多 终点看护工实行240起掉 跟本级劳工搭配 雇佣的家庭一个月负担4万5 比起现存的24小时看护工 月薪2万1多出一倍 唯一好处是不提供看护工 时速劳保也不必承担落跑的风险 再来看看申请条件 心智沿用救治一样严格 受看护者至少由医院评估 巴士量表35分的重度身心障碍者 以前通过医师评估向老委会申请 心智则是由需求家庭 透过民间非盈利组织 缺点还有让受看护者 天天面临看护工换人 你可以接受的程度是多少 我们再来修正相关的一些计划 被老委会视为20年来 看护工政策最大的改革 真能让全台67万的家庭 得到喘息机会吗 门槛高负担成本增一倍 已经让民间团体对于制度瑕疵 打了一个大问号 这些王中翰周围的台北采访报道